我明确的告诉你 就像你们这样的感情 我是绝对不会祝福的 绝对不会祝福 我也不会去见证你们之间所谓的情感 既然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 接下来你只能是在劫难逃 你今天连一点姿态都没有摆出来 接下来你的罪会越来越多 你会越来越难受 台上这两位因为啥 把土雷老师气成这样 直言不祝福 不见证 这个事情要从脾气暴躁的男友小梁说起 小梁和小李交往一年多 刚开始小梁对女友温柔体贴 女友不开心就会一直哄 直到哄好为止 可没过多久 小梁就原形毕露 对女友百般苛刻 一点耐心都没有 各种表现让女友小李觉得 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认为之前的温柔体贴都是装出来的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两人经常吵架闹分手 结果还是分开了 但是分开没有多久 男友小梁就找到节目主 想和女友复合 但女友小李一想起之前的那些事 就忍不住的流泪 接下来 小李向大家哭诉之前的那些遭遇 男友陪女友逛街 这是大多数情侣该做的事 可到了小梁这就别样了 才陪女友逛了半个小时就不耐烦 还把女友甩开自己走了 这小脾气是够暴躁的 可人家小梁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还振振有词地说起自己的理由 这时候那天你和店员在那聊化妆品那些 我根本听不懂 我处在那里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们就逛不到半个小时 然后你说我能跟店员聊多久呀 而且你陪我逛街不千千计议 我也陪你看你的东西 不是单看我的东西 逛街这件事我支持小李 陪女友逛街当然是看一些女人喜欢的东西 虽然小梁不喜欢 但也应该陪着女友 再说才半个小时就不耐烦 你这耐心还得多磨练 咱们接着往下看 他特别较真 有一次我在上课 他就突然给我发微信 说什么五点半要跟朋友一起吃饭 说要介绍我 结果我晚上就有一节课 就特别重要 然后我当时就告诉他 他就特别不理解 他就直接给我撂了一句狠话 他就说那你自己看着办 听小李的叙述中可以感受到 男友一句话就得言听计从 无论你有多重要的事 都得以我为重 不然就拿分手来威胁 小李看样子也是被欺负惯了 还真就放下自己的事情 去顺从男友 而男友小梁却不以为然 觉得朋友最重要 女友的事情不值得去迁就 那是我朋友他们都有时间 我不可能因为我那么多朋友 而去迁就你一个人 不说别的 就冲小梁这话 就能看出他对女友是多么不重视 自己的朋友都比女友的地位高 这还不算什么 更过分的咱们接着往下看 有一次就是我生病了 我都住院了 那时候就是吃逆了医院里的饭 我就让他买外面的饭给我吃 他就不肯 他嫌麻烦 然后他就跟我吵起来了 在病房里面 就说跟我分手就走了 作为男友 女友生病住院 那不得细身照顾吗 能满足的要求 咱得尽量满足 可小梁是怎么做的 出去给女友买个饭 他都做不到 你说这个人 还有必要跟他在一起 这还不说 还因为这个事 反倒跟生病的女友发脾气 在病房里直接提分手 这简直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 说到这儿 人家小梁还不愿意了 振振有词地满怨起女友 嫌女友事多 你当时就吃医院那些清淡卫生的饭 不都挺好的吗 对你恢复身体也有好处 可外面也有干净卫生的饭 而且我就是个病人 你就不能顺着点我 小梁并没有因为女友是病人 就迁就 反倒跟女友发脾气闹分手 既然小梁都这样对你了 那就分了呗 可是小李并没有那么做 反倒主动上门找男友 认出我求原谅 你说这叫什么事呢 也正是因为小李的一次次妥协 促成了小梁肆无忌惮的仓皇 过分的事情越来越多 听听小李接下来的诉苦 有一次他请朋友在我们家吃火锅 我就准备了一桌菜 等他朋友们吃完了 我就说让他帮我收拾 他就收拾着 他就不动 他又等到玩游戏 我就吓唬他 我就说你不帮我收拾 从小李说的事情来看 这也不算什么要求 让男友帮忙收拾一下很正常 可人家小梁宁可在那打游戏 都不愿意帮女友分担一下 小李见状肯定不会高兴 不帮忙我就搬出去 不伺候你了 那么小李这招真的管用吗 然后他当时就来火了 就冲我发一顿火 说分手 然后就把 要把我赶出去 就生气他就走了 他就把我丢在家里 他走了 九十点钟才回来 然后他一进了 他就问我 他说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当时就是吓唬他一下 然后我没想到他就真的让我走 可想而知 被你亲手灌出来的小梁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小梁 说来脾气绝对不会多等一秒 就因为这个 小梁对女友大发雷霆 再次提出分手 并且真的要赶他走 而可怜巴巴的女友小李却懵了 自己只是水口一说 没想到男友做事这么绝 听到这里 祖师人都忍不住质问小李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 我是特别想问的 就我听到现在 我特别想问的一句话 你怎么还没走啊姑娘 我就是一直想着我 我们在一起听酒 我也想好好在一起 就是啊 你怎么不走呢 人家对你都这样了 你为啥还不走呢 祖师人都替你着急啊 但是小李还是心存留念 舍不得这个渣男 每次被这个渣男摧柴后 都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 默默哭泣 而让人气愤的是 不但没人哄他 反过来却要带着委屈 去哄那个渣男 我的天哪 你这不是当人家女朋友 还兼职了一个妈妈的角色 我就自己觉得委屈 就自己哭 哭完之后谁哄你呢 哭完之后是我先过去 跟他说的话 你哭完之后 你再过去跟他说话 你跟他说什么呢 就是哄一下他 给他东西 就是给他洗水 你还要哄一下他 对 还要给他东西吃 哎呀 这都可以叫妈妈了 你知道吧 妈妈都是这样对宝宝的 不过这样的事情 对小李来说 终究有一天会受不了 于是他终于勇敢地 提出了分手 这次是你提的对吧 小票里说 你提出分手 是吧 这是他提出的 然后我同意的 他又过来找我 他提出的 你同意了 你终于同意了 这个分手分了多久啊 没多久 大概一星期左右 好吧 就在大家都认为 小李会提出分手时 结果却被狠狠地打脸 还是人家小梁提出的分手 这次小李只不过是同意而已 这句话一出 把所有人都惊到了 行吧 不管怎么样 还是分开了 那么这次小梁来到节目中 请求复合 小李会同意吗 你还是想回去对吧 啊 我不知道 你看点头 习惯性点头 哎 你还是想回去 还乐 这就没办法了 看小李那扭扭捏捏的样子 还是想回去 只不过是 不知道小梁会不会改变 如果小梁真的改变了 那小李会义无反顾地跟他回去 这个视频看到这里 真是揪心 还是让咱们的图雷老师 给他们一些建议吧 其实他就是欺软怕硬 你信不信 如果是这个女生的父亲 看见了这个事 扇他耳光 他坑都不敢坑一声 典型的窝里横的男人 像这种男人 就是欺远怕硬 促成这样的结果 小李也有原因 都是因为小李的软弱 把他灌出来的 就是女生 一直以来 你在她的心里面 没有位置 不重要 所以她才会这么的轻视你 她是今天来赔罪的人 但她的脸上写着 恕你无罪 当一个男人心里 把你放得不重的时候 你的眼泪是不值钱的 你应该收起你的眼泪 至于你今天说让她改 表面上是你对她的一种宽容 其实不过是纵容了她的傲慢而已 所以今天你必须不能出来 否则的话 那你真是太不自爱了 小李从来到这个舞台 就一直哭诉 至此至今都没看出 小梁是来认错的 反而倒是给人一种 宿你无罪的感觉 但小李还是希望男友 能为自己而改变 但这种想法 对于小梁这种人来说 只不过是纵容她的傲慢而已 图雷老师最后还强调一下 让女生千万不要出来 接下来咱们先听听男生的心里话吧 我现在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能原谅我吗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再不对你发脾气了 我真不想和你分手 就是我每次你说分手 我有多难过 而且我也不知道你 到底我 我答应你这次复合之后 你会不会 还会不会对我发脾气 所以我要考虑一下 小梁一脸委屈地哭诉 说自己知道错了 她真的知道错了吗 眼泪真的是为自己的错而流吗 这时图雷老师见情况不妙 打断了两人 不好意思 我再多句嘴 女生 你刚才说你考虑一下 你考虑啥呀 你千万不能被她的眼泪所感动 她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 不是因为我们三个人说的话 真正是触动了她 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她的眼泪是为自己而流 她觉得委屈 如果她真的是被你的眼泪和我们的话所触动 她应该做的第一件事 是对不起 鞠躬致歉 给你擦擦眼泪 而不是自己委屈地在那哭 图雷老师想帮助这个无知的女孩 很怕她再吃入坑 可选择权在小李的手中 至于怎么选择 还是看看他们自己的想法了 结果不出所料 小李还是没有禁得住诱惑 选择了原谅 认为男友以后能为自己改变 可这个做法把图雷老师气坏了 当场直言不祝福 不见证 女生 我以前都会问 你为什么还出来呀 得到答案无非是一句话 我觉得她是能改 我告诉你啊 我明确地告诉你 就像你们这样的感情 我是绝对不会祝福的 绝对不会祝福 我也不会去见证 你们之间所谓的情感 既然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 接下来 你只能是栽戒难逃 你今天连一点姿态都没有摆出来 接下来你的罪会越来越多 你会越来越难受 图雷老师为了把女生从火坑里拽出来 结果却被人家啪啪打脸 气得图雷老师言辞利语 视频看到这里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件事大家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